凤菲菲一起做一道彩虹 飞上彩虹 每个人都 当然都情献殷勤 在凤妈严格把关之下 不只身旁综艺大哥 难以以情方泽 村外的大官显贵 跟童童吃了闭门羹 只有这位来自香港的妇商赵凤起 透过艺人林峰牵线认识 凤菲菲在妈妈首肯之下 心甘情愿走进家庭 还生下了唯一的 心甘宝贝 不许是好太太 还是一位好妈妈 凤菲菲洗净千华 儿子大小事 全都一手包办 直到2003年 丈夫事业传出危机 一代天后才有付出 尤其在那俊俊的寂寞夜里 他就在我心友一样 很小我好想你 一路人间的歌声温柔依旧 凤菲菲对丈夫的深情 随着她的陨落 也会在另一个国度 绵续下去 您的新闻做好了 好 西平 我们看凤菲菲刺叉歌谈 这个44年 那她这一个 这两年的日子 尤其是晚年 最后两三年 因为夫婿间谍情深 那这个夫婿过世之后 实际上 她真的是身心非常的难过 情人节刚过 我老实说 凤菲菲跟赵先生 这是典范 他们注意 不是自由恋爱认识的 是人家介绍牵线的 凌峰是大媒人 这种一般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对不对 先线认识的 结果他们爱得这么深 爱得这么痛楚 爱得这么深刻 真是让人动容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赵先生 又不是那种风流柴子 这个倜傥 这种潇洒那种型的 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 就打动凤菲菲 他说你不必做饭 你不必做家务 你只要让我每天回家 能够看到你 哇 这么感人 这么感人 结果凤菲就 真的就是全心全意爱着他 2009年6月 这个赵先生不是往生吗 凤菲四个月 我昨天讲了 眼泪半饭吃 到这种地步 流水莲花 那个演唱会 唱第一首歌 他就跟不住了 因为他看到赵先生的空位置 就开始哭 他最后一个专辑 这首歌 就是祭奠王夫的 对不对 对 就是想要跟李飞 你看哦 这不但他录唱 从头哭到尾 而且他在当初跟这个陈国华 他自己陈国华自己讲的 当初两个在讨论歌词 讨论歌曲的时候 他就开始一直哭 最高级的电话那边哭了半小时 你看他多痛苦啊 我跟你讲 这种真情流露 老实说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尤其是他只要唱歌词里面 我一定要列给大家听 他说 李娜李需不需要有人陪 李收不收得到我的失恋 他每次只要唱这两句 他根本跟不住 一定要哭 哎呀 他是崩溃 他叫做内崩 刚刚讲得正好 内崩 而且是完全发自内心的那种感情中的 我觉得他今天能够这么让人受影响 今天很重要 他的歌声 他的歌词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深情与感情 真的 那可是盛美 据说他早期也跟一个制作人 叫做王再庆 曾经一度订婚过 其实在这个周刊里面提到了 凤飞飞的一个个性 他走到哪拜到哪 他非常这个虔诚 那除了他之外 当然凤妈 也是一个虔诚的 这个到处会去拜 但凤妈跟凤飞飞相信什么 相信虎爷 我为什么特别要提虎爷 是因为他跟王再庆先生 这一段姻缘来自虎爷 为什么呢 当时有一个 因为最近有一个 当年台式的一个 就是制作单位一个工作人员 很资深 他写了一段当年这个故事 因为大家都不清楚 他跟王再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制作人 他当时是要在台式 就是有一个案子 一个综艺节目 他希望由凤飞飞来主持 也就是所谓的我爱就墨 然后那个时候去跟凤妈谈 但是凤妈在那个之前 有去问虎爷 问虎爷就说 我会问一下 我女儿的这个事业各方面 虎爷就有 就是讲了一点就是说 会在你女儿身边出现了一个 长得还不错的男生 那这个男生应该就是 跟你们家的这个阿鸾 未来应该是会有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发展 没有想到就这样子 天使地利人和 这个时候王再庆出现在 凤家班的这个面前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是要第一个企划案 后来这个企划案 当然成功合作了 所以他们在台式 是不是开了一个综艺节目 但这个综艺节目也种下 后来有所谓的三角恋 为什么 王再庆就跟凤飞飞谈了恋爱 也有了婚约 订了婚 两人几乎那段时间 几乎生活在一起 凤妈也同意了 但是这个时候 在这个做节目当中 台式的一个导播 对于凤飞飞非常倾心 你知道凤飞飞是一个 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子 非常倾心 那工作上就常常有密集的接触 两个人会一起看一下 比如说刚拍的这个影带 或者我们接下来怎么做之类的 那王先生就不开心了 就觉得说受到威胁了 所以难免就会有一些比较 失控的一些言行 男生嘛 会这样 只有凤妈震得住 这个王先生 王再庆说不可以这样子 那周刊里面的报道是说 为什么后来解除婚约 是凤妈妈觉得 在这个制作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王再庆先生是不是 仗目不清 我觉得是对外的说法 恐怕是当年那个三角习题 没有办法解开 凤妈妈又很保护女儿的情况之下 还是希望就说 是不是解除婚约 会对凤菲菲比较好 好 那刘大哥 讲到当年的故事 据说当年追过凤菲菲的可多了 包括妮妮兰都送过六千朵玫瑰 那个当时妮妮兰也是追 追当时当然她是很可爱 凤菲菲 她也是 我觉得是虚荣心 包括这个张飞 只有罗姜不敢虎视眈眈 罗姜是最实在 虎视眈眈 因为凤菲菲很漂亮 很清新 很紳士 很干净 看起来人见人爱 但是奈何那个时候 她就是差一级 因为她真正的是主持人 那底下这些都是陪衬的 那他们很可爱很想追 就是这个 想想 有一句话 有一首歌 为女子 不是什么 妙条素女 君子 好秋 谁都会这么想 可是听说都是风妈妈挡住了 这样当然 没有风妈妈的话 那阿蓝就很难去摆平 因为这个要侵略的人太多了 真的 去到哪里都有 所以年姐 风妈妈是这个凤菲菲 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贵人 不过风妈妈也管了非常多 你看风妈妈那个长相 其实跟我们阿蓝是 非常像 有点像 可是其实两个个性又截然不同 你看风妈妈是很强悍很强悍 其实那时候我在台视 刚刚讲的孙老婆也好 王在京我们都认识 他会来做古董 对不对 其实都是那种很性格的男生 我跟你讲 只有凤妈妈出手 才治得住他们 尤其妮敏然 妮大哥 虽然已经过世了 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个性都是 想要就一定要得到 妮大哥是 你要追一个女生 我跟你讲 没有他追不到的 那一张嘴就舌颤莲花 对不起 妮敏然是这样 他们几个的方法是不一样 对啊 妮敏然是 你在不在 要要摔摔摔摔 你知道了 摔摔摔摔摔就进去了 就是这样 是不是事多 对 妮大哥 那这个张飞是哪个吉他 他讲 还好 你真美你 我看到你 就真愛你 那動力機他看到了 嘿嘿嘿 不理他 那對風和飛 小妹妹我真愛你 嘿嘿嘿 他是笑一笑 一笑自知 反正所有的事情 有媽媽擋住 而且有的時候 有媽媽扮黑臉還不錯 每天都是扮黑臉 尤其我去他們家 就喬住大樓 他們家可是像那個 醫院在門診這樣 你知道嗎 製作人什麼什麼經理 這樣排隊 每個人都是抱著 一本企劃案這樣子 鳳媽媽看得上眼的 你才能夠進一步往下談 要不然都免談 所以他真的是超級新媽 那這一個超級天后 鳳飛飛據說跟鄧麗君 交情非常的好 來 我們再看一遍 鳳飛飛跟鄧麗君 都是1953年出生 你發現一個是1月出生 一個8月出生 那據說鳳飛飛跟珍妮 過去因為搶歌 是有心結的 可是這個天后 也是1953年出生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年代 這樣 年代 這樣 年代 年代 我們今天向前看 台灣三大天后巨星 都是1953年12年出生 其中鄧麗君跟鳳飛飛兩個人 是交情非常的好的 有一年他們在金鐘獎同台 雙方也真的是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互捧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電視女歌星講 電視女歌星講 入圍的有珍妮的星光閃閃華視 鳳飛飛的鳳飛飛歌唱集中視 我們請鄧麗君小姐揭曉 恭喜中國電視公司的鳳飛飛小姐 恭喜中國電視公司的鳳飛飛小姐 謝謝你們兩位 尤其今天晚上我特別高興的是 很難得的能夠和鄧麗君小姐呢同台 因為我一直呢 對她是最崇拜最羨慕的一位 謝謝你 好麥我們看蘋果日報 包括這兩天的報導當中 下面都有她最近拍的 這一個香腸廣告 這個鳳飛飛最招牌的就是帽子 再來就是感謝您 那據說她當年跟鄧麗君交情 也非常的好 是 因為當時其實兩個都是天后 那鳳飛飛是一個本土的天后 國民天后 她的這個我是一片名大賣45萬張 她的歌迷從加工去作業園 一直到後來整個城鄉都會 那鄧麗君又不一樣 鄧麗君整個是日本香港登台 她的廣大歌迷有很多 除了華語歌壇之外 日本香港都有很多 她的歌曲有粵語有英文有日語 這個跟鳳飛歌路是不一樣的 但兩個人當然欣欣相惜 可是剛才鳳飛獎第一次跟鄧麗君同台 那一年你看金鐘獎競爭得多激烈 最佳女歌手 一個是珍妮的華視的星光閃閃 一個專輯節目 鄧麗君是代表 不是 鳳飛代表中式 所以當年是甄妮跟鳳飛飛競爭 這兩個入圍 然後鄧麗君頒獎人 那你想想看 甄妮跟鄧麗君兩個已經是 不是 鄧麗跟鳳飛兩個已經競爭 非常激烈了 結果後來鳳飛飛得獎了 所以我們這兩天聽到他們當年搶歌 搶劉家昌的歌 然後也一起搶金鐘獎 對 難怪一堆星期 他們搶金鐘獎也搶金賞獎 你看這邊有一個金賞獎 這裡面評審部分 最佳女歌星珍妮 票選部分最佳女歌星鳳飛飛 他們兩個就是一直在搶這個獎 一直搶獎 所以那一年其實鳳飛飛獎 她對於鄧麗君的推崇偶像 她跟她同台非常高興 那感覺就好像 我們現在看到江蕙 她很想跟鳳飛飛同台 一起來唱歌 可是現在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當年他們其實友情非常 昨天我們是給大家看了一個照片 他們後來鄧麗君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鄧麗君跟林青霞都來站台 對不對 昨天就有這個照片 他們的感情非常的好 交情非常好 對 劉大哥 這個鄧麗君也不容易 據說你剛剛提到說 鳳飛飛14歲 還是個小女孩就出來唱歌了 然後在三樓唱完歌 還可以跑到二樓休息室 寫作業 寫功課 那鄧麗君據說更小 據說是九歲就出來唱歌 九歲是小朋友吧 對 她媽媽帶著她在歌廳也唱 晚會也跑 九歲就跑歌廳跟晚會 九歲 對 年姐 我們發現這三大天后 都是同一年出生 剛剛賣賣已經提到 這兩個餘量情節競爭一輩子 那鄧麗君他反倒是因為這個 歌路不一樣 然後市場不一樣 所以因此反而跟鳳飛飛交情很好 可是鄧麗君的情路也非常的坎坷 對 鄧麗君情路其實細數起來 可能差不多有九段到十段這樣子 總拍名 情路在上面 其實很多人追 其實反而是辛苦很累的 而且他那時候因為是 聲勢如日中天 到底要嫁給誰呢 對不對 要嫁入富豪之家呢 還是嫁入苦苦追求 他的很多的演藝人員 或者是說有一些 台灣的一些商業界 不曉得要選誰 還有一些 包括我們剛剛講 可能葛萍平雄會講 真的是有天王巨星在追他 可是其實在以他那時候的身分跟地位 其實是嫁到像比如南洋 東南亞那邊的富豪 應該是最適合的 因為這樣有時空的一個距離 所以就傳出來 馬來西亞的郭孔誠先生 這個郭先生家大業大 那個資產在那個時候 也是好幾十億這樣子的 這個是馬來西亞首富的兒子 首富是郭鶴年 郭鶴年現在都還在 那郭孔誠是郭家的大公子 長公子 他們有稱說是馬來西亞唐王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錢 全世界姓郭最有錢的 一個叫做郭鶴年 一個叫做郭台銘 所以兩個人前兩年在香港聚會 做了一個郭氏家族中心會 姓郭的都很有錢 他當然就是說被小鄧所著迷 他有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 甚至於訂婚了這一段 是非常非常認真的 那因為小鄧也覺得說 這個豪門嘛 然後這個整個他的家是被 而且聽說郭孔誠非常非常的貼心 那訂婚的時候還開了三桌 鑽戒什麼什麼都有 可是你知道嗎 原來以為公主可以跟王子這樣子 過得很好的日子 沒有想到當他第一天 要進到郭家去的時候 他想要去拜會他們的老太太們 沒有想到郭孔誠的祖母 一看到鄧麗君來 本來他們全家是在列隊歡迎這樣 可是鄧麗君太受歡迎了 一進去他們郭家的時候 他們家包括那些所有的家人 或用人什麼什麼 促勇而上 促勇把他圍得這樣子 看到天后巨星 天后 那個祖母心裡就打鼓了 就覺得說 就覺得說這個是天后巨星 能當媳婦嗎 對 而且覺得說 哇 你們這個 就覺得說因為他是那種 也算是皇太后那種個性的 覺得說這個 這個也不會是個戲子你知道嗎 什麼了不起這樣 他就想出一個方法要刁難他 他就跟他的孫子講 就是這樣子 請他列出三個條件 甚至於要簽下一個約 就可以架到我們家裡面來 三大條件 因為他覺得說剛剛講 那個戲子到我們家來 這麼多人歡迎 那個桃花一定很重這樣子 好 第一呢 先列出 第一呢 停止所有的演藝事業 也就是 然後整個側出真的很難 那個時候還在頂峰 對 停止 怎麼停止 怎麼停 就是說 退出演藝圈的意思 然後列出你詳細的身家資料 你過去 九歲就出來走唱了 身家一定是辛苦的 尤其是身家資料太侮辱人了 對 就是說你們 也許你做過什麼事 你們家的人有什麼事情 對 最嚴重的是最後這一點 跟所有的男性友人劃清界線 意思就是說你曾經教過什麼戀愛 談過什麼戀愛 教過哪些人 你通通給我寫清楚 鄧麗君含淚 回去之後想一想 過幾天 他就跟郭郭婷婷講說 我可能不會嫁給你 後來很多朋友問他說 為什麼嗎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那個條件 也不就是寫一寫嗎 也不見得是 他說不行 就說 我們不要讓人家看不起 因為他覺得這是很羞辱 他的三大條件 對 那西平 這個鄧麗君反正 這個是非常有異性緣的 沒有一個郭孔城 沒有嫁進郭家 還是有一堆人追求的 他跟陳隆不是追求 是他們真的有談戀愛 為什麼 他們是在洛杉磯 有區別嗎 他們是在洛杉磯談戀愛 因為追求不一定追得上 對 重點 高麟鋒也說他追過 他都追過 張飛也追過 張飛也追過 為什麼他跟陳隆在洛杉磯會談戀愛 簡單講 因為鄧麗君那是他生命裡面最低潮的時候 沒有星光閃閃 別人陪伴身邊 就陳隆陪在身邊 兩個就相戀了 陳隆有個很壞的感覺 兄弟第一 不是情人第一 我們都情人第一 通常的男人是這樣 通常的男人是情人女人第一 然後兄弟是可以插刀的 他兄弟提音你知道吧 因為他拍武打片有一堆兄弟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他跟兄弟在一起 他跟兄弟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髒 然後不是很髒 就是武打 很多灰燈 那好去消結 吃麥當勞 薯條 鄧麗君不行 鄧麗君一天要洗兩支澡的 格格不入 賣賣 可是人家鄧麗君還是永遠的夢中情人 是 對 因為鄧麗君他其實在軍中 尤其他軍中的歌迷非常非常多 其實鄧麗君 其實他有一個非常大的愛國情操 其實大陸那邊他被分為小鄧 一直要去他去演唱 可是鄧麗君他以前講過 如果三民主義沒有統一中國 是不會塌上那個土地的 所以他一直以來 他都沒有去到那個地方 所以你看即使假護照事件 當時對他羞辱非常大 因為為什麼剛剛西平哥講了 假護照事件不只日本驅逐出境 台灣有很多政府的官員 那個時候鄧麗君即使非常愛國 可是也有一些人認為說 用這個來污衊他說 你看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一個一個 他不過就是這樣一個歌手 所以影響了他的演藝工作的機會 也影響他對當時對台灣的一些觀瞻 即使他非常愛國 但他認為怎麼會有人落井下石 都自己的同胞 怎麼會有人落井下石 但你看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還是不去大陸演唱 其實台灣政府的裡面有一種聲音 政府的官員裡面當然有各種官員 有一種聲音是落井下石的 所以你看他就是拿假護照 就是這樣子這種歌手 可是他還是一樣忠貞的愛國 只是他虔誠到洛杉磯去 他後來還是一樣落軍 還是把他的歌唱 整個是給我們的軍中的同胞同哲 還是沒有踏上大陸 對 那這個鄧立軍 這個天后最傳奇的是 1995年傳出他意外過世的消息 當時也是讓廣大的歌迷 跟台灣的觀眾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震驚 也非常的心碎 跟這兩天鳳飛飛傳出 這個過世的消息 一樣的震驚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現在下前看 下前看 現在 好 我們先下前看 台灣三大天后巨星 他們同一年出生 那他們同樣有一個非常巔峰的 一個演藝歌唱的事業跟成績 這個鳳飛飛的賞音是非常的動人 非常的溫暖的 那這個鄧立軍的賞音 是非常的甜美的 非常的清新的 那再來呢 這個珍妮的賞音歌聲 是非常有爆發力的 不過當年呢 這個珍妮跟鳳飛飛 為了搶歌 為了搶金鐘獎 為了搶金賞獎 這中間是有非常龐大的競爭的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你去她的歌嗎 她是誰啊 你一直在講她是誰 鳳飛飛小姐 鳳飛飛 我的熱情 她是誰啊 你一直在講她是誰 鳳飛飛小姐 電影是我演的 當初講的時候是應該我唱的 那所以我才會演 那後來呢 結果到唱片出來的時候 就換了別人唱了 電影出來的時候 那這個當然幕後要用點功夫的 那我們沒有用功夫 我們只是在幕前做正當的事情 那是我演的 當初講的時候是應該我唱的 對 那所以我才會演 那所以我才會演 是長新文 其實這兩位 有些人在歌頭過去看 我們就只會唱歌 好嗎 一年容易有秋天 這歌不是你唱的嗎 這不是你的歌嗎 這是你的歌吧 那電影我有演 這不是你的歌嗎 應該理論上是 一年容易有秋天 有盡到紅葉一片片 兩大天后 搶歌版本眾所繁雲 除了傳出搶唱紅葉琴 可愛的玫瑰花 還有這一首 玫瑰 玫瑰 最久美 玫瑰 玫瑰 黑醉眼底 就是這麼經典 這首歌家唱為真面 是打造的玫瑰玫瑰 最後去傳的對手招呼過去 這一陣傳出氣到 爽了風味的手長 郭嫂子 花音歌太 一首歌唱 是誰都在跳 只要我们两情不变 纵然在秋天你也有什么 2003年付出演唱会 红色飞选唱的第一位 歌曲《温暖的秋天》 其实早在1975年 珍妮就已经过了第一位 花现唱过这首歌 如今最终放会被过世 对珍妮的烟情仇真相如何 她就当巨人的喜庆 而且她的婚姻就是谈变 好 齐平我们看这三大天后 都留在台湾歌迷心中 这个凤飞飞赏音是整个歌唱 是非常的完美的 那邓丽君是非常甜美 到现在她的邓迷小邓迷 这个两岸三地还是一大堆 那珍妮也不遑多浪 她那个舞台跟爆发力 基本上真的是老天爷爷赏她饭吃 李宽丽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我做过允记新闻组的组长 我告诉你 天后抢歌这件事情是真的 但究竟怎么抢到现在迷雾一团 那当事人都不肯讲 刘家昌你问她 她居然说 我把歌写完以后丢到桌上 谁愿意要谁又拿去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人人抢她吧 但是她补了一句话就很有玄机 但是凤妈常常送鸡汤来给我喝 这句话就不能更有意思 就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送鸡汤就顺便说 有什么好歌拿给我女孩唱 其实凤飞飞不会抢歌 是凤妈妈抢歌 好 那抢歌的留言就很多 你刚才特别播了 玫瑰玫瑰我爱你 这是最荒唐一个留言 说当年芬飞抢了那个 玫瑰玫瑰我爱你 还被赏了一个耳光 真的假的 这是最大的流 但是我先讲这是留言 那后来还有说是 可爱的玫瑰花 当然掌声响起会太红了 也说掌声响起 新年还有媒体说 就是掌声响起 但真正因为在座常遇 跟我一起跑过新闻的 在座大家都知道 其实真正抢歌 一个是温暖的秋天 一个是枫叶琴 枫叶琴 因为这个电影主题曲 电影都是甄莉演的 那主题曲当然给她唱 对啊 这有道理 结果后来是凤飞飞出专辑 把她唱 那难怪甄莉心里不愉快 如果是我我也会不愉快 对 但是这个还好 我觉得甄莉还蛮克制 她没有把她完全讲名 就稍微点一下点一下 那刘家昌就不愿讲 但是就是说当年 凤妈妈就去要了这个歌来 给凤飞飞唱 那刘大哥 当年甄莉这整个歌录 是非常的洋派的 我跟她讲 其实我老觉得 她唱歌的某些爆发力 很像惠妮修斯顿 就是那个舞台跟那个泡尔 是非常庞大的 那跟这种凤飞飞 凤氏的这种 比较轻柔 那比较温暖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歌 是 飞飞的歌的重点 它是唱给你听 听到你觉得好听吗 例如说好听啊 很柔和的 就很温柔 温暖 对 很温暖 那那个甄莉是很 比较洋 比较刚 那她们的个性也不一样 三个完全 其实她们三个是无懈可击 例如说音准 唱法 真的 这三个都超厉害 都是超厉害 那你说飞飞有妈妈跟 其实在早期 甄莉也有妈妈跟 也有姐姐跟 后来她可能比较鹤立独群 她的个性比较刚 所以她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 那麦麦 我发现这三大天后 好像那一年1953年是天后年 然后栽培出来的是各有特色的天后巨星 然后像现在这样 都找不到当年这个年代出来这样的巨星的风采 是 邓丽君跟凤飞飞已经相继离开人间了 那甄莉还在 可是甄莉是最早 三个里面最早痛失至爱的 她的附身 当时两个两小无猜 20岁 21岁 两个 金童玉女 金童玉两个对我混血血统 附身来台湾拍戏 然后甄莉就介绍认识 两个就热恋 我现在看你这张照片 都还觉得可以当电影海报 或者是偶像军 是 我跟你讲 这个这里面好多故事 包括当时因为张册带他们来 张家班 张册离开少师来拍戏 然后他知道了 这个附身在跟甄莉谈恋爱之后 他们非常欢迎这个甄莉 成为张家班的未来媳妇 所以怎么样 张册拍八国联军之后 就让甄莉来演赛金花 然后张册还导了一部电影 让他们两个合眼 播这个电影叫《地狱》 地狱 可是因为你知道 这个地狱是三段式的片子 天上人间地狱 还好所幸 或是甄莉跟附身演这段叫人间 但这是个三段式的电影 等一下 蔓蔓 这个是附身当年年轻照片 这个是甄莉 这张还是金铜玉女 对 这电影里面谈的恋爱 叫《地狱》的系列 三段式他们叫人间 这两个都长得好俊 好正 好漂亮 金铜玉女 赶快导播要给画面 这真的太正太算 你可以转过来怀念巨星 后面有一个人的容量 好帅 邓光荣 学生王子 他也去你了 他也过世了 好帅喔 刚讲到附身跟甄莉 当时她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甄莉那时候 附身没有拍戏的空档 已经搬进了甄莉的相规 四维路相规 甄莉已经是父太太 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甄莉已经帮她理财了 附身的所有的片酬 全部交给甄莉 甄莉就帮她存钱 所以两个当时在台湾谈恋爱之后 就已经以结婚为前提谈恋爱了 只是没有想到后来 这个附身非常年轻又早逝 那盛莉 所以有一阵子甄莉 也是非常的难过 那当然她非常克力独行 刚刚刘大哥提到 她人生很多人生观价值观 不见得跟主流媒体的价值一致 所以她当年 这个单身生子 也是轰动港台的大新闻 对 然后呢 再来